欢迎来到爱情诊疗室 让我们一起重建亲密连结 让爱回温 我是宜璇 我是宜白 爱情诊疗室呢 是宜白老师线上课程 我们再爱一次给学员的一个福利 只要你完成学习 就有一次机会 可以填写爱情诊疗室的表单 获得宜白老师 针对你的关系 有进一步的分析跟建议 那今天的来信是两位次位朋友 对 他们需要给 他们需要穿三夹的伴侣 给更多的支持 可是呢 他们总是在关系里面失落 这该怎么办呢 等一下会有进一步的分析哦 那在开始之前 先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起点文化推出我们的独立的APP咯 你可以在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搜行起点文化 起是启动的起 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的APP 我们一直致力于 给你更好的收听体验 无论是日更的内容 还是线上课程 你都能够更方便 更顺畅的收听 好 那我们马上进到第一位朋友的来信 好哦 第一位朋友叫做H 那他28岁 工作室SOHO族 H呢 说他目前跟伴侣是分手快一年 然后对方坚定的不要复合 对 是H要复合 对 然后对方表示H是他很重要的例外 那他们分手这一年其实还每天联络 几乎对方下班的时间都留给H 然后也会照顾H的情绪 还会见面也有性关系哦 但是对方表示他的生活里不希望完全没有H 但是也没有办法再把最重要的位置只留给H OK 然后接下来是以白老师在表单里面需要学员回答的四个问题的大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你的你在关系里面是追的还是逃的一方 H是说那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呢 通常是H会表达需求他受伤的感觉比较多 然后对方很愿意听 可是他不太会说 就是他的穿山甲伴侣不太会说 对 然后常常穿山甲伴侣会觉得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了 可是H会觉得我就是不清楚你到底讲什么 所以我才会一直多问 可是多问他们又会吵架 然后对方很讨厌H一直在讨爱跟试图想要活在过去 意思就是回到亲密关系的 对 复合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会让他觉得H一直要在他身上得到更多 就是会让对方很反感 然后到了第二大块啊 以白有问你们经典的失控对话是什么 那这个部分H其实没有写的很明确 但是他有讲一个大概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 H说他跟伴侣最常吵架的模式就是 可能两个人相处得好好的 但是H就会突然陷入难过的情绪 他觉得在关系里面不公平 他觉得他很害怕失去他的前任伴侣 对 然后但是呢 前任伴侣也愿意承认H对他很重要 那也有跟H说如果你想走我也不会留你 那对方觉得我们目前的相处状况都是自己愿意的 对所以他说 我可以拒绝 就是H可以拒绝不要见他 但是H自己觉得我根本就没办法 怎么可能 我没有办法拒绝他任何的要求 对对对 所以就是H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他很在意H的情绪 他很愿意让H开心 但是如果有时候呢H没有办法快乐起来 那对方就会好像有点不耐烦 因为就是对方会觉得H好像有一个死人样之后 对方就会失去耐心就叫H滚 然后希望他眼不见为敬 然后会觉得H是白架子给他看 然后还有H也很需要对方开口 来让H自己知道自己很重要 对对对 然后就是 但是H一直有一些讨爱 或者是需要对方证明他的重要的感觉的时候 对方是觉得他自己被情了 就是那个前伴侣会觉得他自己被情了 对 然后在第三个大块就是你在听课或练习时的困难的地方 这个部分H没有写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遗憾啦 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写的话 可能宜白老师就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你的困难在哪里 对 然后在第四大块 宜白有问到那你期待老师回答的问题是什么 那这边H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这门课程是不是对分手的情侣也适用 那他希望 有没有机会透过课程让他继续可以顺利的跟对方当朋友 不过H觉得这课程整堂听下来好像很需要对方的互相谅解跟配合 那他不知道在对方不愿意配合的情况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些剧情 就是对方目前是不愿意配合 那H想知道我还能够在什么方向努力 然后通常就是H后面还有再讲到一些概赖的重点 就是通常都是他生 对方生气 然后H道歉 然后我难过 然后H难过 然后我表示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受伤 但是对方会觉得他自己没有错 而且都是H先惹事的 对啊 可是很尴尬跟吊诡的就是 如果H需要对方的抱抱啊 觉得委屈啊哭啊 对方也会就是抱抱他 会听他说 但是不会给回应 所以就是对方一直在告诉H 他有选择权可以离开 没有一定要接受 但是就是对方很明确的说 但如果要复合就是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再把H摆在很前面 所以就让H对这段关系感到很无助 不知道找到怎么找到平衡 好来 以外 以外你怎么看 其实我在看他们的那个描述的时候 虽然他说他们是分手情侣啊 可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还是情侣耶 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比较像是 他们是一对在承诺 这件事情上没有办法获得共识的情侣 也就是说其中一方 他可以做承诺 他可以告诉另外一方说 我就是当你是最重要的那个 对 然后我不会随便让别人取代你 是 可是另外一方 他是不愿意做出这个承诺的 就是我们 你看他描述的还是见面啊 还是会有新关系的发生 然后感觉就是 那个男生他也不会说真的都不管 就是也不会说真的都完全不管 他的情绪不在乎他 就是他们是 开不开心 其实他们形式上还是情侣还是伴侣 那只是没有名分的确定 对 而且有一个特殊的点是说 因为一个可以给承诺嘛 一个不想给承诺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在这个关系里面 有一点权力不对等 就是那个 愿意给出承诺的那个人 感觉他就是 好像位置 权力位置比较低啊 然后因为对方就是会 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啊 他没有办法撼动对方 对他就会觉得说 他只能配合 那所以其实 我自己觉得我们课程里面 讲到的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耶 OK 然后但是就是 可能是需要在听课的过程里面 去好好的 拆解课程里面讲到的东西 他比较有办法 去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 这个男生 他内在的状况跟 那我如果要做一些努力 我可以做什么 OKOK 就是课程里面其实你有留线索 对 入口 OK OK 好那这个部分 就是 以白老师要不要再帮 H再说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 对 因为就是 比方说我们刚刚在讲说 H他会觉得很痛苦吗 的确我也觉得他很辛苦 因为他 就是 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没有影响力 然后对整个情况很没有掌控 所以 这个会是 H痛苦的地方 对 但在这个情境里面 如果我们要影响另外一个人 就是 比方说邀请他也有动机做一些改变 是 或者是 现在相处上做一些调整的话 其实是我 我们会需要 跳 离开自己的痛苦一下 去体会 那个男生的痛苦是什么 嗯 嗯 那 嗯 这个痛苦的话 我自己看 如果我来看 这个男生的痛苦可能是什么 我就顺便带大家 从我们课程里面 会讲到几个不同的层次 OK 去看情绪这件事情 好 那如果我讲得太复杂 你可以就是从一个 我从小白的角度 对对 就是以白接下来要示范的是 帮H跳开他自己的角度 去同理对方 对 对 对对对 嗯 呃 我们去体会对方的痛苦的时候 其实是会 要需要先去想 我自己的什么反应 嗯 好像其实就会引发对方的情绪 OK 好 那比方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有感觉当 H在伤心 好 因为他 他毕竟是很委屈嘛 对 非常 就是本来开开心心的相处 然后会突然想到说 我们现在这么甜蜜 可是我对你来讲 到底算什么 就是可能一想到这个心就酸起来了 没错 嗯 那那个 不开心其实就是因为 我跟他讲得很明 我就是不要附和 可是我又知道他 很想跟我附和 对很想跟我在一起 然后所以他也在忍耐 然后他现在在这个 痛苦的情境里面 是我把他放在这里的 因为我就是把门关上了嘛 就跟他说不要 所以他会知觉是说 我把他放在一个 有点无辜跟痛苦的情境里面 那当他是这种 认知跑出来的时候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体会的 另外一层就 第二层就会是 那有这个认知之后 他的情绪会是什么 比方说 这个男生可能就会觉得 有一点心疼啊 然后有点觉得说 自己是始作俑者啊 会耶 对 那在这种心疼底下 就会更多有一些 深层的情绪 其实是愧疚感啦 这是第三层的对不对 对 深层情绪 对对对对 好 那那个愧疚感就会让他 你看到他有这个愧疚感出现的时候 他也会 通常我们说 深层情绪底下的第四层东西 就会是依附需求 依附需求 对 就是我们的依附需求 没有满足的时候 就会引发 那个深层的难受的感觉 不安全感在这边 对 那比方说刚刚讲那个男生的不安全感 就是会觉得有点愧疚啊 好 那他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他也是很想要感觉说 我不是那个坏人 嗯 真的 对 他也会想要感觉 我不是那个坏人 然后我的出现是 不是让这个女生 好像更糟或更不快乐 对 对他也会想要感觉 自己是 可以带来快乐的 然后 是一个好人 那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第五层 就会是 他这个需求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行为出现啊 想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 你看那个男生 也是会逗他 OK 意思是 这是男生 在自己感觉 自己的依附需求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应对外界 对 或者是应对对象的策略 对 对 对 好 比方说 他有一种策略就是 你看他 他也会去听那个女生讲话 然后如果女生有要求要抱抱 他也是会 从善如流的配合 对 然后他会试着做一些事情 想让那个女生 不要这么不开心 好过一点 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就会有这种 还是有他的温柔啦 是 我也读到了 对对 然后可是你看因为 因为 不管他什么策略 这个策略始终没有办法 可以 弥补过 他不给承诺这件事 你有懂我意思吗 就是不管他再怎么样温柔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最关键的 对H来讲最痛苦的 就是你不给我承诺 是 那所以 你就会知道 对H来讲 他虽然感受到 另外一方对他的好 可是他最关键的东西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他那个伤心跟难过 他就没有办法马上好起来 懂我其实也读到了 对方 我现在说的是 H的前任伴侣 他之所以不被给 我似乎也读到有一点点 他背后是有害怕的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 但如果跳到H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刚刚 帮H拆解 给大家听的是 男友 对需要H跳离开 自己的立场 对不对 但是我说真的 如果 以白啊 对 如果我啊 对 我自己进到H的角色里面 去感受 对 我真他妈的觉得 老娘做不到 好难啊 对对 是很难没错 但是我要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难的东西 是因为跑太快 我说一下跑太快的意思是什么 好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在关系里面 感觉到对方的痛苦的时候 会很快的有一个逻辑 是说 好 那如果这样他痛苦 我是不是应该 不要让他痛苦 那我不要让他痛苦 就等于 我不要再去要 我想要的东西 但又达到自己的需求啦 对 这边就会卡住 OK 对 那所以我说不要跑太快的意思 就是有时候我去感觉 对方的痛苦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好 OK 我不需要为了 因为我感觉他的痛苦 好 我就马上要进到问题 解决那边去妥协 因为我事实上无法妥协 好 对 好 以白我跟你承认 我现在脑袋抖 可是如果是我 如果我是H的话 对 我真的没有打算 这样子为难我自己啦 所以我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个福利啦 就是如果 当然以白老师的课程可以继续演练 一定都会有帮助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太辛苦也太慢了 其实以白将在2024年的1月14日 开设一门伴侣双人的实体工作坊 那如果你期待你们的关系能够更紧密又顺畅 这门工作坊现在已经可以报名了 大家如果很想要享受到伴侣之商等级的服务 很鼓励你马上到我们的官网报名哦 好 那回到H的这个案例来讲 对 以白你最后有没有可以先帮助H稍微舒缓一下 他有没有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角度的看法 嗯 我觉得有一个新的角度的看法是 呃 呃我刚刚不是 对不起 我又有一点绕回来 好 但是是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要让H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个人对你真的有疼惜 对 我也有感觉 然后他在疼惜你的时候 他努力做的事情 后来其实会引发他的恐惧感 恐惧感的意思是说 当他在努力 可是他还是感觉到 没有办法让事情变好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会加深 他的一个误会 是你的需求他永远没办法满足 哦 有可能耶 真的 然后这个误解越被加深 他就越对这个关系 是不敢抱持希望的 因为他就会越害怕说 我会不会失去自己啊 对 我会不会永远一直要照顾你啊 好 然后我是会做不到的 OKOK 然后他就会更觉得 我真的不能给你承诺 一定要把那条线踩好 踩紧 对 他就会更用力踩紧 那条线 OK 对 然后所以其实我 自己觉得 一个想 我想提供给H的角度 就是你 你感受到的另外一半 可能是很高姿态的 然后对你很厌烦的 但如果我们从这些痛点 去感受这个人 事实上这个人是内在充满歉就 又非常害怕自己做不到的 所以他的痛苦就在于 他放不下你 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做不到 可以不失去自己的爱你 其实对方也有一种双重挫折 跟冲突在他的内心里面 但也许H还没有get到 对 然后H不是有在问说 那我要 就是他又不太配合嘛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让他努力 就因为我们通常在那个 我想要 可是对方不想要的情境里面 如果我邀请对方配合 是邀请对方配合我们一起来复合 OK 那他绝对会拒绝你 是 对 可是 你的 但是那个邀请是另外一种 一种出发点的话会是什么 对比方说 他现在的痛苦 就是他又放不下你 挂心你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 就是带着自己的罪恶感 就是这样 好好的离开 所以 那然后他要跟你继续 他又看不到希望 所以他自己是卡住的 所以邀请的角度 就不见得 我们会是 我们来修复关系哦 你来做一点努力 而是 我们大家都不想卡在这里 OK 因为你也不想一直卡在罪恶感 做不到 罪恶感就做不到 我也不想要一直卡在委屈 然后求全 委屈求全 我也不想卡在这里 我也是想要幸福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 就是 做一些事情 是让我们脱离 这个状态 OK 然后 当然H会想说 如果我这样跟他说 我的前男人就跟我说 好 那我们分手 你不想要 那怎么办 我要告诉你 分手其实不是解决的路 如果真的分手 可以这么干脆 他早就这样做了 哦 可是你看他其实做不到 嗯 所以他嘴巴是可以说 你分手我没有差 嗯 但是实际上 身体很诚实 他就是还是放不下 所以 如果他走这条路 你就要跟他说 那这条路我们也是过了 我们不是已经分手 一年多了吗 嗯 你觉得有用吗 不是吗 因为不然我们现在在这里 是在干嘛 所以其实是邀请他说 看是我们一起去上课 还是我们一起 听线上课也可以啊 或是我们一起去 做伴侣之商 做伴侣之商 对 对 因为现在卡在这里 其实是两个人都卡 嗯 好哦 那 那以白 假设啦 如果今天H跟他的前男友 真的有机会 来你的实体课程 你觉得你可以加 加快他们的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 第一个一定可以帮忙是说 像H这边不是一直说 男友永远只有听 从来不回应 对 对 也就是男友内在 像我刚刚讲的这种 在那个愧疚跟做不到 愧疚跟做不到的 这种纠结 他其实是从来没有机会 好好理清 可能好好去理清 觉察 跟真的 把他讲清楚 哦 哦 那 我们一般在做伴侣治疗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说一个人对自己内在的东西 他越可以接触跟表达 就代表他的承受力 嗯嗯嗯 是越来越提高的 哦 因为大家 比方说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 剧叫做什么 他和他的他的他 哦 就是 哦 对不起 我有点跑题了 徐伟你那一部 对对对 大家如果看那个剧就知道 其实我们真的很难耐收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或我们会不去看他 哦 所以如果比方说男友来 他参加时期的课程 他有一些过程 嗯嗯 是对自己内在更清晰的时候 嗯 其实他对于这种 我做不到的 会 的耐受力 哦 或者是愧疚感的耐受力 会长出来 会长出来 长出那个能力 对 所以他就不会 一愧疚就想补偿 然后补偿不成 还是太愧疚 他就叫你滚 哦 你有懂我的意思吗 有我懂 我懂我懂 好 好明白 嗯 好所以 其实这就是 让H参考的方案 你们需要帮忙 对 这是以白老师 真正想说的 对对 好 那我们这一次的解题呢 为什么还会有第二封来信 是因为 呃 可能他们有一些类似相同的议题 那大家先听我来解数 呃 简述一下第二封来信 嗯 第二封来信的 呃 学员叫做 Mona 那她33岁 全职妈妈 那目前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 她全职在待 这样子 那 跟Mona联系 然后就直接住回老公她爸妈家 这样子 嗯 那 Mona就自己承认 我是非常会追 会说生气话 会哭的 嗯 那年轻的时候 可以一天打十几通电话 传长长的讯息 希望尽快跟对方恢复连结和好 但是交往之后 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历练 然后也都调整了彼此的节奏 吵架就变少 然后他们本来想说 之后就可以这样平平静静的过日子 但没想到小孩生出来之后 是另外一个争端的开始 嗯 那接下来第二大块啊 以白问道 你们典型的失控对话有什么 那这个部分Mona 她其实也没有讲得很明确 但是她有写一些 先生的表达的句子 嗯 那Mona就提到说 她自己做了全职妈妈之后 其实非常非常的忙碌 跟觉得心理的内耗很大 她常常睡觉啊 上厕所吃饭 都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完整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小孩 目前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 不适合送托婴 所以她也没有办法 把小孩交出去 对 但其实她也很 愿意肯定她的老公 其实是神队友 她老公可以一整天自己带小孩 也会做家事 然后也把家里面的家记 全部都扛下来了 嗯 然后也会愿意早上早点出门去 去上班 那只是为了晚上回家 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这样子 对 那Mona在跟老公的相处里面 就是会有一些状况 就是她觉得 她自己在生完小孩之后 好像比较多的重心 都摆在妈妈这个角色 嗯 她帮自己做了一个评分啊 她说她现在妈妈的角色 有90分 可是妻子的角色是零分 零分 嗯 她很仔细的做好每一件 可以照顾好小孩的事情 比如说她有重度洁癖 然后她也承认 她自己有强迫症 对 所以她对于家里面的 整结数是要求是很高的 嗯 那但是 问题就是老公 她比较不拘 不拘小节 嗯 随性 或者是她下班的想放松 所以有时候 有一些家事会做的 动作比较慢 或不到位 嗯 那老公就 因为她其实已经 在妻子的部分 已经是零分了 所以老公会有一些 失落之外 然后还常常被Mona 可能要求 嗯 一些家事的标准 那老公就会说 你自己要做这么多活该 又没有人要逼你这样做 嗯 但是Mona还是很崩溃 她就讲了几个 几个例子 比如说 他们家的热水炉啊 就是 呃 换水 那个 对 插头其实有插上 但是因为没有插好 所以她并没有通电 那她的水就煮不滚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 她老公会 把耳机啊 钥匙都放在 衣服的口袋里面 结果就放进去 洗衣机洗之后 耳机就直接坏掉 不能用 对 那再不然就是 呃 忘记 关窗啊 开灯啊 或者是 Mona觉得她当天晚上 只交代一件 倒垃圾的事情而已 老公还是会忘记 对 那以上这些小事呢 就是 Mona都一直对老公 没有办法放心 所以她还要再去 巡逻检查 就会让她觉得 非常非常的疲惫 但是老公的反应就是 那插头没插号 你发现你插回去就好了 对 那你每天都这样子凶我 每天都在嫌弃我 那老公会觉得 她现在看到Mona 就很讨厌 她觉得Mona 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人 对 然后她还说 老公自己说 我现在最多的苦难 都是来自Mona 然后也不想跟Mona 接触相处讲话 而且还讲明了 她现在会愿意 跟Mona在一起 是因为小孩 然后在第三大区块 以白问到 你在听课或练习的时候 的困难的地方 Mona也没有写 对 那这个部分 以白你有想要 我觉得 我就是会想 顺便跟之后 就是写表单的朋友们 讲一下 就是 你在这个地方 有提供我资讯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其实 可以给你们的回馈 会更贴近 你们实际上可操作 OK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 那比方说 对不起 我本来没有想到这个 可是我刚刚想到的是说 像Mona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她很好 她对于行动 行动上 两个人行为的互动上 很清楚 谁做了什么 这个人就会不高兴 然后这个人会做什么 或说什么 那个人就会不高兴 我觉得其实这个行为的部分 她已经可以 两个人的互动 她有描述出来 那所以其实她在 练习的下一步 因 其实可以是练习 去想 我在这些行为上 我之所以跳脚 我的心理需要是什么 对 比方说这个先生 他的跳脚 可能是 他想要被接纳 就是我做的可能没有一百分 对 可是你能不能 你有看到我的尽力吗 你有看到我在努力吗 那或者是 Mona 她在这些事情上 为什么她会这么在意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需求是 她很想要被照顾 跟可以休息 对 对 因为你可以做好 是不是表示 我不用收尾 对啊 我可以放松 对啊 我可以 也有病倒的时候 或是忘记的时候 我是想要你照顾我的 所以这个都是 可以练习的地方啊 那就 呃 就是可以下一步做的练习啦 如果事情 你已经可以描述的很清楚 这些下一步的练习 就是可以去练习说 那我的需求是什么 OK 好 那目前这个就是 好像Mona已经在门口 那 就是鼓励你再多往前一步 对 对 那最后 就是一百有问到 你期待老师回答的问题 那Mona说 她其实有看过一些 情绪劳悟的书 那 她 可能对自己 有一些基础的理解 那 她现在会觉得 嗯 好像跟老公的关系 已经 不如从前 而且老公看她的眼神 竟是愤怒啊 冷漠啊 但是Mona也 很疑惑 就是她已经用 好好的 慢慢的 温柔的跟老公表达过了 她的感受 可是只要啊 Mona一跟老公 开口讲话 对 那老公就会马上觉得 是Mona 是在找麻烦 烦死了 然后就开始吵架 对 所以希望一百老师 能够指点迷惊 谢谢 好哦 好哦 来一百老师 关于Mona的状况 好哦 我自己 就是我们那时候 在讨论为什么 这两封信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其实有一个原因是 就是Mona跟H一样 就是说他们都是 关系里面 没办法影响对方 一起愿意对这个关系 有更多投入 或是有比较多 善意的回应 对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面对的是 要就要不要就拉倒 另外一个面对的就是 我超讨厌你的 我现在只是为了 孩子跟你在一起 对 那我觉得其实 人在这个状况里面 就是真的会很伤心 真的 真的会很伤心 所以 他们有一些的困境 我觉得是相同的 就权力位置比较低 好 没办法影响对方这些 OK 那 所以刚刚 其实也就延续 刚刚H的那封信 我们是在谈说 那我怎么样 我可以体会我的痛苦 对 可我可不可以 就是有点像 我 离开自己一点点 离开我的身体 比方说 我就是飘到上面来看 我们这两个人在干嘛 是 我有没有可能 看到我痛苦的同时 也看一看对方 对方 怎么了 这样 那 嗯 所以一样的逻辑是说 比方说在Mona的情况里头 我自己可以感受到 先生的很多 就是不管他在怎么样 换句话说啊 温柔的说啊 看了书以后 试着重新说 你可以看到先生的反应 都是比较恶劣的 嗯 嗯 那这个恶劣的反应 会让我有一点猜想 是说 可能对先生来说 他自己会觉得 不管Mona 开口要表达什么 Mona都是来跟我表达 他的需要 要我去回应 OK 呃 可能对先生来讲 他很少感觉到 他自己的需要 被Mona 是被看到 OK 跟被回应 嗯 所以他 你看他是很直觉的 你有来跟我要东西的时候 我就是要一手把你推开 嗯 你就看到他 有很多这样子直觉的 他们现在这个 这个互动好像已经很固化了 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操作方向 一样是反过来 一样会是 我得来看一下 我的先生在这个位置上 他到底痛苦的东西是什么 嗯 然后他的需要是什么 那 嗯 这边我会觉得 因为我 得到的讯息 我觉得特别是老公这里 我觉得 可能对我而言 不是太足够 所以我就是分享一些 我自己在我的职场室里面 就是我也有不同的伴侣 可能是先生 他们是真的就是 非常想离开 OK 可是他们没有真的 保护啊 宽宽 就走了 对 他没有真的这样 就是两个人还是屋檐下 一起生活 那可是不代表他们 没有他们痛苦的地方 比方说 嗯 有些 先生 他们在这个情况底下 其实他们也会很怕 如果他们一旦 做了一些什么决定 他们会 不太有机会 再看到小孩啊 失去跟小孩的连结啊 然后 也有一些先生 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其实是 想改变现况 比方说 他真的想 分开 可是可能两个人是 什么 嗯 初恋啊 然后爱情长跑 很久的啊 所以他想分开 可是他又挂念 另外一个人 就觉得说 生意不成仁义在 嗯 我如果今天真的要分开 然后他不放我走 嗯 然后我们搞得 最后很难看 无烟瘴气 对 那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就还有卡着一个情意 哦 可是其实他 可能是真的是想分开的 是 是 那也有一些先生 他是会 想分开 可是如果真的分开 有一些现实的考量 比方说 房子啊 嗯 才刚买了贷款啊 嗯 然后一定要几年之后 这个房子才能卖啊 这种 现实考量 很务实的考量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现在不是这个时间点 嗯 那我们就是 只能维持现状 OK 可是 维持现状说 他又找不到一个方法 可以两个人在屋檐下 好好生活 嗯 其实他们也会是 痛苦的 OK 所以就是不同老公 有不同的痛苦 嗯 我觉得 莫娜会需要去 想一下 而且你 你对他的认识 很多年嘛 嗯 听起来你们是 爱情长跑 很久啊 13年 对 那所以你 你可能有一些 对他的认识 你可以去感觉 他的 痛苦 跟他的需要 跟他很想 被回应 或他 失落的东西 是什么 是 比方说 我现在 有一些线索 我可以感觉到 比方说 那个 莫娜有讲说 先生是会 他能够逃的程度 是他会跑回家 一个月 冷战一个月 嗯 那我就在想 也许对 先生来说 他真的是一个 蛮难耐受情绪的人 OK 所以也许 对我们来讲 因为我也是刺猬嘛 嗯 就也许对我们 刺猬来讲 就是那种 嗯 就是自然情绪 流露的表达 嗯 就是我们可能 只是那个温度 就是大概是 哦 四十几度 比较微烫口的 茶而已 OK OK 可是 那个情绪 的热度 对穿三甲来讲 对 可能是一百度吧 对 就是那种 会烫伤的那种 嗯 所以他们有一种痛苦 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说 我已经在这么痛苦的情况里面 我已经告诉你 我很烫了 嗯 你怎么会继续 一直把那壶热水 再往我身上 淋在我的身上 嗯 所以他们 哎 他们有很多说不出的伤心 我懂 因为我是穿三甲 哈哈哈哈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真的已经在告诉你 我很痛苦了 我已经都讲了 对 然后你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停下来 但我们当然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们也在痛苦里面 是 所以他 这个是 其中一种伤心 嗯 那 我还有从 就是Mona的 给我们的资讯里面 有看到一个东西是 嗯 我自己觉得 先生可能在爱情上 有很大的失落感 哦 嗯 尤其是Mona在描述说 他 他自己都觉得他 当妈妈是90分 有没有 嗯 当 太太是0分 我猜 如果我是Mona的先生 我会跟我儿子吃醋 哎 对 我会觉得 就是你这小屁孩出现了 对 害我失去我老婆 对 对 他就会觉得 哎 为什么我的关注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比较温柔的对待啊 或者是 肯定啊 这些东西好像都飞到窗外去 嗯 那可是 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穿三甲也讲不清楚 这个事情啦 对啊 而且就道德上来讲 你说要一个爸爸去跟儿子吃醋 成何体统 对 哈哈哈哈 没错 然后 所以 那看见这个要干嘛 我觉得 可能Mona可以 现在 如果 当然 当然如果你也很心累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自己也是很伤心 跟觉得很疲倦 对 那我觉得当你自己真的觉得你很伤心跟很疲倦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要为难自己说 我一定要去做一些努力 然后我还要去同理他 我觉得这个太不忍道了 没错没错没错千万不要这样做 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是说 哎有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我们类刺猬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都常常是飞而铺火 我们每次都说不要了不要了 然后再不要三天以后 心里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火苗 又有点长出来 觉得说真的就这样吗 再铺一次看看 然后对 那如果你有的时候稍微觉得好像我有一点点能量 嗯 我想试试看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 然后先是不谈我自己的感受需求 而是我试试看去跟他表达我所感受到的他 OK 我所感到感受到的他的失落啊 嗯 他的痛苦啊 嗯 然后我看到他是不好受的 嗯 然后而且他们说他们已经陪伴了彼此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生嘛 他们是不是三十几岁要在一起十几年了 他们二十几岁就在一起 对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 也许去跟他分享你看到的他的失落跟痛苦 跟其实 你为两个人都蛮难过 是说 我们好像 明明本来是相爱的 但现在都很辛苦 嗯 好像 也很遗憾跟很没有必要 是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我们两个都脱离这种状态 嗯 两个人都不要一直停在这种 痛苦里面 嗯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不去讲明说到底是要分还是合 是 因为一旦我们标定要合 对 他就没 他好像就又有一个预设就是 就是没有其他可能性啊 那我就维持现在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对 但是重点是脱离现状 因为他们也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比较好受 他们也是痛苦 只是穿三甲常常不会 你看不错 对对对 好我觉得听到这边啊 我会觉得H跟Mona 这两个案例我们放在一起 就是会觉得他们两个 真的都在关系里面辛苦了 那确实他们也都有共同的失落 但是如果说一直在这个关系里面 就只有你们两个自己努力 会有点太困难 所以会比较鼓励这两位朋友 对 如果资源允许的话 就是去寻找其他的资源 对 办理智商啊 或者是以白明年会在起点开设的实体课程 都会有更快的帮助这样子 好对 那我觉得真的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以白的课程里面 其实都有一些入口 但关键就是上完课之后 要真的在生活里面实践 对 然后去练习 对 好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该做的都做了 还是觉得在关系里面看不到希望 那么也许开始思考 好好说再见 也是一个选项 特别是 有时候当你可以坦然的面对 好好说再见 这个选项的时候 说不定 你们会让彼此的关系 反而可以更 算是沉淀的去 深刻的去思考清楚 那我们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 反而能让彼此好好在一起 那其实在起点的线上学院 有一门好好说再见的课程 是由嘉玲跟凯宇共同主理的 那你会发现呢 在这门课程里你可以得到 两位老师会陪伴你 深刻的理解分离 然后拥有说再见的能力跟勇气 那目前呢 好好说再见 有2888的优惠 直到11月13之后就会调整了 那如果大家很想要加入这门课程的话 一定要在收听到的第一时间 马上加入啦 那相关的课程连结都在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 今天先跟乙白聊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次的爱情整聊室再见咯 拜拜 拜拜